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国防部发布9日消息 针对美国防部称中方拒绝救民用无人飞艇事件通话一事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表示 美方执意动用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 严重违反国际惯例 中方不接受美方提议 9日国家卫健委表示 近期全国疫情日趋平稳 总体向好开始持续巩固 目前监测未发现病毒变异株传播力免疫逃逸能力和致病力明显增强的情况 9日教育部表示 今年春季全国学校能够实现如期正常安全开学 如无特殊情况 学校不提前开学 如无疫情风险 学生不延迟返校 土耳其强振已至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超2万人遇难 目前 中国救援队以及多支中国社会应急力量正在镇区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9日 自然资源部公布 全国首批258个自然资源节约急约示范线 是覆盖土地 矿产 海洋资源三大类 示范期为2023至2025年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 截至8日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00亿件仅用39天 比去年提前两天 9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明确金融控股公司承担对金融控股集团关联交易管理的主体责任 规范集团内部交易运作等 2022年来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 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 赌博 侵权 谣言等 违法和不良信息1.72亿件 同比增长3.6% 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消息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张贵霞于9日去世 享年94岁 四川资中警方9日通报 迟连18岁女生遗体在江中被发现 判定符合生前溺水死亡特征排除他杀 家属对调查结果无意义 近日 山东资博警方侦破一起特大网络赌博案 经查 犯罪团伙以菲律宾为据点 搭建经营赌博网站170多个 注册会员1000多万人 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亿元 日前 据江西省金西县人民法院消息 全国首例谷村落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修复执行案之节 涉案的三宫就地门楼经过近两个月的施工 目前已修复完成 近日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首次监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柴 8日 2024巴黎奥运会及残奥会项目图标正式公布 包括47个奥运图标和23个残奥图标 其中有8个图标为奥运会和残奥会共用 9日 世界永联表示 决定将2025年世界游泳锦标赛自俄罗斯喀山移至新加坡举行 联合国大会将于3月22日至24日在纽约召开联合国2023年水市会议 这是近50年来联合国层面规格最高 影响力最大的涉水专题会议 下面是服务信息 20日起 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杰出人才 科研人才 文教人才等内地六类人才 可申办往来港澳人才签著 今天起 河南省口腔种植医疗服务价格调控政策落地执行 全省单科常规种植牙全流程医疗服务费用调控目标原则上不超过4300元 中央气象台预计 9日20时至10日20时 新疆北部和南疆藤地西部山区 内蒙古东北部 东北地区大部 西藏北部和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 其中 新疆阿勒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雪 西北地区东南部 黄淮西部 西南地区东部 江淮大部 江汉 江南 华南大部 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 其中 湖南北部和中东部 江西中部 福建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西大利亚泰等地区有小市南部 website 电术能力支柱 站取体美味蘭记卡尼 米尺所极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